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近期美国披露出的正式清单主要是针对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对此做了表态 另外近日大陆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中国制造2025的背后有政治权斗 此外在外企安插党支部已成为中共监控的手段 近几年当局又通过入股视频网站及网络媒体进一步控制言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5月出席国会听证提及中国制造2025时表示 如果北京要在未来发展领域和其他国家正当竞争 那没有问题但通过投入3000亿美元补贴 限制市场准入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 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那就另当别论 海外华人朱山头在齐博客上发表文章称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中美贸易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七八十年代美国是为了向苏联集团表明跟着自己走的好处 给予中国超盟国的贸易优惠待遇 而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 美国则是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促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这种贸易是带有援助性质的单向市场开放 即美国市场向中国开放 而中国可以保护某些领域不向美国开放 2025计划违反了世贸组织自由贸易原则文章说 世贸组织规则规定国家不得介入商业技术开发 否则此项技术不得商用 在军事等非商业领域无可厚非 但在商业领域 2025计划的基本战略就是国家参与 在国家补贴下 中国企业就可能占领市场实现垄断 规模效应能使之降低成本 而市场垄断能迫使竞争对手破产或卖肉 2025计划要靠买和偷来实现 中国还是老二就想搞得大家没犯师文章认为 2025不仅惊动了美国 那是群惊 美国当头时 波音造飞机 零件也是全球采购的 其落架舱门还是中国产的 大家都有饭吃 而如按中国制造2025计划 制造一架飞机70%以上零件必须国产 而你中国还是老二时 就想搞得大家没犯师 以后你当老大了 我们还有活吗 所以川普讨伐中共 同盟国大有人在 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 在19日美国之音一起正论节目中说 当年美苏冷战期间 两国在原子能 导弹和外太空的竞争词消笔涨 消耗大量果力 人力 物力 从美国优先的立场来讲 美国现在把中国制造 2025扼杀在摇篮里成本比较低 等到中国制造 2025真的起来了 那实在把押成本就高了 所以张立凡偏向于认为 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真的就是要扼杀中国制造 2025 阻止中共崛起 至于原因 张立凡认为这不仅是个 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关系到不同的制度和世界 地区安全与和平问题 这样一个红色帝国 崛起之后 从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 变成向全世界输出资本 如果他在经济和军事上 谋求霸权的话 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 是个考验 所以美国在这个关口 提前进行打压 张立凡觉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 可能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另外 如果贸易战真打起来 张立凡认为中国没有什么胜算 他会严重打击中国制造 2025 甚至改变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 由于对中国制造2025的打击 会危及到中共政权的税收 最终会危及中共政权自身 体制内线已经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现在民心死变 高官私乱 巴不得出点大事 把现任领导人轰下去 现在高层内部已开始有怨言 有人说政策风向可能会面临大变 因为现在要和美国打贸易战 而且一旦打不赢 还得从拉动内需上解决问题 以购买美国商品 但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在房地产上了 这个套暂时也解不了 朝美的勾兑现在看来是在朝成功的方向走 朝鲜一直希望跟美国直接对话 现在排除了中国这个中间商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了 这也是他敢于和中国叫板打贸易战的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若不反思自己总体的战略走向 接下来可能还会犯一连串的颠覆性错误 如果中共在贸易战上坚持杠下去 可能会危及自身的统治 因为它的美元会越来越少 钱袋子会被慢慢抛空 北京政府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 在外企安插党支部 又在民营企业成立工会党支部 截至2016年末 近期成外企都出现了党支部 近几年 当局又通过入股视频网站及网络媒体 进一步控制言论 据自由亚洲电台18日报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5日发公告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涉立党的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 上市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则要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 该公告还称 这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深圳一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负责人周小姐 6月18日称 据他所知 不少企事业单位已从去年夏季开始 进行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 内容包括学习中共十九大会议精神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还要自我检讨 他认为学习很累 对提高公司出口贸易额不但没有帮助 反而影响企业竞争 中共官场历来帮派林立 所谓上海帮 山西帮之说一直存在 进入5月 中国大陆多省省市常委密集调整 在中共省习常委层面 在5月上旬 曾经在短短一周之内 就有9位省部级官员职务调整 当中多数是异地调任 而在中共两会之后的3月份 也有十余省份的中共省级党委常委 班子出现人事变动 其中河南 青海 江西 四川 广西等 5省份的中共省级党委一把手调整 广西 四川 河南新任中共省级党委书记 均由异地调任 事实上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伴随反腐清洗人事 外界发现 无论军队还是地方 异地空降成为特色 官媒也明说 这是为了打破山头主义 对此 多维刊文称 在习近平扫荡官场中的地方帮派和集权之后 中共官场正进入新一轮结构性的重新洗牌 地方派系的走向消亡 不过 看中国报道认为 习近平时代 只不过是出于掌权需要不同程度 清理了一些地方帮派 真正横跨多地的帮派 因为是李直同卫被拿下的前中南海大佬 不见得已消亡 有些不过是潜伏 报道还指出 在根深蒂固的中共腐败官场文化影响下 高层换届后的中共官场 还将形成更多新的帮派势力 在去年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产生后 就有人特意分析204名中央委员的集贯地域 结果发现中委产生第一大省是山东省 有30人 第二大省是湖北 有25人 排第三位的江苏省和山西省都有18人 中共建政后 对于整个官场的架构都是省委书记 多由中央选派 行政首长大多选自当地 省级常委班子和下行县市的领导 也是多省内异地调动 省迁 中央不过多干预 在过去二十余年 伴随江泽民贪腐治国 中共官场也进入了帮派林立的乱局 最为知名有广东帮 四川帮 上海帮 江苏帮和山西帮等 当然 这些地方帮派往往不只限于集贯或出生地 经常还以官员在试图经历之地的势力根基有关 陆媒报道 二十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向第三届人大委员会提交的检查统计法 实施情况 报告显示 仅去年就有数千家企业数据造假 报告称 2017年以来 中共国家统计局根据检举线索核查 2051家企业和2942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其中有1195家企业 2775个投资单位统计数据正式编造 虚报 比重高达52.3%和94% 其中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 内蒙古开路县 辽宁西丰县的企业违法虚报率 平均分别高达56倍 10倍和6.7倍 报告说 在数据造假方面 有些地方 虚报满报 拒报迟报 漏报 重报 代田代报等统计造假问题较为突出 甚至还会编造不存在的企业和投资项目 年年累计的结果 导致数据水分越来越大 1月份 天津当局曾自报滨海新区 2016年GDP在集水分之后 缩水近三成 内蒙古也自报财政数据大幅造假 工业增加值灌水四成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也承认财政数据大幅造假 如果按照各地汇报的产业成长性计算 东北一些县域经济规模 甚至都超过香港了 事实上 中国经济数据造假并不是新闻 早前维基揭秘网站公布的一份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备忘录中透露 早在2007年 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 中共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是人造的 不可相信 美国南塔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此前表示 中共官方公布的GDP数据有太多的水分 这在20多年前已经是世界经济学界的共识 他说 在中国 即使是其他数据也并不可靠 包括用电量 运输量和贷款数据等 都无法反映真实情况 旅美中国经济学者何清廉曾经分析 中共官方公布的GDP数据是真 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中数据出关 关出数据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业绩和升迁都和当地经济数据挂钩 加上缺乏独立监督机制 造成中国统计数据失去意义 中共官场流传一句著名的顺口溜 政绩不够 数字来凑 关出数字 数字出关 多年来 中国大陆各省份公布的地方GDP数字之河 总是远远高于全国的GDP 因此 外国经济学家和投资者 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经济数据 尤其是GDP的数据怀疑 2016年12月初 中共国家统计局局长 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承认 一些地方统计数据造假 弄虚作假时有发生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 由于中共官员 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所谓政绩考核的标准 基本上仍是他们能否完成或超越经济增长目标 所以地方上的官员为了给自己脸上贴心 在统计数据上作假的是早已屡见不鲜 谢田教授表示 实际并不是地方政府造假欺骗党中央 而是党中央自己也在欺骗自己 中共需要造假 用假的数字来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市场 6月20日 中共审计署公布2017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时 发布一份最新公告称 辽宁省原省委书记王敏的落网 与审计发现的一条线索有关 当年参与相关审计发现线索的工作人员 向陆梅透露 王敏落马前 已经进入相关部门的视野 2016年8月10日 中纪委网站公布 王敏因严重违纪 被立案审查及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告称 王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公开妄议并违反其八条 对抗组织审查 利用职权受贿等 被开除党籍 公职 并已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7年8月4日 王敏被以受贿罪判无期徒刑 以贪污罪判4年 以顽固执守罪判7年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早在2015年初 中央巡视组对辽宁进行复查 已发泄 在王敏主政辽宁期间 经济数据造假 巡视组进驻后 辽宁GDP出现罕见的断崖式下降 成为全国唯一负增长的省份 2015年两会刚结束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亲赴东北视察 并在同年4月15日的经济座谈会上 狠批辽宁高层位官部位 雍正 前趴在账上 项目迟迟未建开工等 2016年8月 中纪委对辽宁省委巡视整改通报中直指 王敏在个人政治期望没有实现后 消息堕落 甚至抵触中央 导致省委领导核心作用弱化 王敏还被指在酒桌上编段子 讽刺习近平反胡打虎的行动 其言论包括 说你腐败你就是腐败 不服也败 说你不腐败你就是不腐败 腐也不败 近日在证监会举办的某内部讨论会上 中国证监会机构不同为华主任坦言 中国散户的生存周期就是三年 中国股市是散户屠宰场 三年必杀光 现在大部分证券公司就是把精力放在扩大交易量 吸引没钱的人来朝股票 让他亏光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连早在2001年就断言 中国的股市是个大赌场 而且是没有规矩的赌场 同为华讲话 今天来的这些证券公司 东财 平安 国金 华台 广发 招商 国信 都是要点名批评的 你们搞什么用金战 用金下滑这么厉害 都到万分多少了 行业还有利润吗 特别是你们华台 你们的平均用金率太低了 整天用你们的技术 打用金战 去抢其他券商的客户 我们的市场不是交易量太少 不是客户太多 而是交易量太大 客户量太多 你们不要把精力放在扩大交易量 吸引没钱的人来朝股票 你们技术不能靠着提高交易效率 吸引用户交易 扩大交易量 让用户更快的亏光 绝对不允许在银行的网站和APP上 投放任何广告 链接到证券公司 为什么呢 你们不要老想着 把这些储户的钱拿来投资 中国的老百姓很可怜 我们的市场是收割机 不能让它赚钱的 知情人士向博讯表示 中国证监会的主要职责之一 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但是上述官员却在会场 呵斥东方财富 华泰证券等下调散户交易用金的行为 在中国 机构在和证券公司的谈判中 往往能争取到较低交易用金 证券公司主要向散户 收取高额用金谋取暴利 在会上 证监会官员点名批评了十多家券商 你们搞什么用金站 用金下滑这么厉害 行业还有利润吗 我觉得还应该提高散户的用金 让它少交易 提高生存周期 用金低软件系统好用干嘛 让散户尽快被收割离场吗 但市场人士却透露 部分较早进行互联网思维的证券公司 下调用金是为了更好让利用户 吸引用户的主要方法 是其凭借其优质的个性化服务 因此深的客户喜爱取得了较快的增长 会上上述官员还认为 信息技术金融科技 因为提高证监会行政监管效率服务 而不应成为提高市场效率服务 怎么能为散户服务呢 尤其令华东一家互联网公司 全自控股证券公司头痛的是 根据中国证监会闭门会的观点 母公司网站APP 虽然拥有巨大的活跃客户数 以及强大的信息技术能力 但却不能为这小型证券子公司 提供辅助开户交易 账户分析等服务甚至连接收 转发信息等互联网基本服务都不行 那华聚资收购证券公司有何用 不就是希望利用自身平台用户优势 整合证券牌照资源 发展互联网券商吗 你这么一限制 母公司的资源完全没有用 难道这就是中国证监会所谓的 支持中小企业支持经济发展的态度吗 中国个人散布投资者亏钱 就是监管缺失造成的结果 而不是散布自身能力不足 这些年信息技术驱动市场的发展 信息的获取更多更容易更透明 散布越来越理智水平也越来越高 在市场中散户亏损 机构也一样有大量亏损的 难道是要亏损 机构应该也要直接消灭 散户三年生存周期 并不是被市场本身消灭的 而且被监管部门胡乱干预市场 瞎出政策给消灭的 比如2015年的股灾 2016年的熔断 市场中所有的散户和机构投资者 不都是在骂证监会 坑国家和老百姓吗 什么时候听到市场中有人骂 券商和互联网平台了 难道监管部门不想让散户炒股 是怕以后出更多的愚蠢政策和行为 让更多的人知道 监管部门高级领导 大言不惭的保护券商高额利润 透露两大极为悲观的信号 一 监管部门的水平越来越差了 连自身角色定位都搞不清楚 竟然开始明目张胆保护券商高利润 证券法及任何一条法律法规 赋予了监管部门这样的权利 自身职责和角色定位都弄不清楚 还在稀里糊涂的到行业垄断 这样的市场只会越来越差 还有希望吗 二 中国一直强调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即包括了广大老百姓 也包括了大量的实体企业 监管部门要求券商提高佣金 就等于变相地增加了老百姓和广大企业的成本 这不是坑老百姓 坑中小企业 拉国家经济后退是什么 政签会是谁派来搞垮资本市场 是来摧毁中国经济的 做股票的都知道 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尤其是互联网化 不管是互联网加券商 还是券商加互联网 互联网化起码有几个好处 第一最明了的事情就是交易费低了很多 大家应该记得 在互联网进入证券行业之后 券商才有了一次有一次的用金大战 反正从13181312用金越来越低 得利的当然是韭菜们了 你要知道 在中国这样一个动物世界中 韭菜真的不容易 稍微降低一点点用金 起码能够多吃一个鸡蛋 中国资本市场这几年确实出现了问题 所以换了好几个主席 但如果把券商搞成垄断 国进民退 把互联网金融技术的发展全盘否定 那么想问 刘士宇真的有这能力吗 刘士宇老师应该带领中国证监会 去改变散户被割韭菜的现状 让资本市场真正的健康发展 王岐山19大前曾表示 李克强四年的工作很不容易 压力负荷极大 内部有埋怨李克强的脾气变了 但至少脾气比我要好得多 职务不作为不要批评吗 拍桌子则令检查不对吗 至少不像我要摔杯子 挂断电话这么火爆 王岐山称 内部有人对李克强总理批评是一篇概全 主次不分 要李克强承担过失 挫折 李克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 政治局会上 国务院常务会上都很郑重表态过 随时让嫌 能上能下当配学 港媒动向12月号报道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11月28日至12月6日九天内 中共会议上反复强调 目前的金融状况是近5年来最严峻 最棘手 最复杂的压力和挑战 金融危机即将到来 而这些压力 挑战主要来自中共内部上层 危机也是人为造成的 李克强称 中共中央去年11月中旬 才掌握了有关巨额资金 以海外投资宁易非法外流 规模性虚假对外投资等违法走资情况 李克强在会议上痛批发改委 商务部 人民银行 银结委 国资委 外汇管理局六个部委局乱作为 拆墙角 香港媒体称 2016年1至9月 大陆资金非正常流失高达21400亿元 国有商业银行 地方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上升至2.9%至3.8% 李克强在去年10月29号 中共国务院高层会议上痛斥两面人 并称内鬼就在会议室 对此 海外媒体分析称 江派高官们的子女 亲戚很多都是大财团的掌控人 如刘云山的儿子刘岳飞 就曾是中信证券的董事 这些权贵们是大量的资金外逃 他们正是国务院和央行里面的内鬼 权与和平问题 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崛起之后 从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 变成向全世界输出资本 如果他在经济和军事上谋求大权的话 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是个考验 所以美国在这个关口提前进行打压 张立凡觉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 可能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另外 如果贸易战真打起来 张立凡认为中国没有什么胜算 他会严重打击中国制造2025 甚至改变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 由于对中国制造2025的打击 会危及到中共政权的税收 最终会危及中共政权自身 体制内现已经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现在民心死变 高官私乱 巴不得出点大事 把现任领导人轰下去 现在高层内部已开始有怨言 有人说政策风向可能会面临大变 因为现在要和美国打贸易战 而且一旦打不赢还得从拉动内需上解决问题 以购买美国商品 但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在房地产上了 这个套暂时也解不了 朝美的勾兑现在看来是在朝成功的方向走 朝鲜一直希望跟美国直接对话 现在排除了中国这个中间商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了 这也是他敢于和中国叫板打贸易战的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若不反思自己总体的战略走向 接下来可能还会犯一连串的颠覆性错误 如果中共在贸易战上坚持杠下去 可能会危及自身的统治 因为它的美元会越来越是一 四川 广西等五省份的中共省级党委一把手调整 广西 四川 河南新任中共省级党委书记均由异地调任 事实上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伴随反腐清洗人士 外界发现 无论军队还是地方 异地空降成为特色 官媒也明说 这是为了打破山头主义 对此 多维刊文称 在习近平扫荡官场中的地方帮派和集权之后 中共官场正进入新一轮结构性的重新洗牌 地方派系的走向消亡 不过 看中国报道认为 习近平时代只不过是出于掌权需要不同程度 清理了一些地方帮派 真正横跨多地的帮派 因为势力直通未被拿下的前中南海大佬 不见得已消亡 有些不过是潜伏 报道还指出 在根深蒂固的中共腐败官场文化影响下 高层换届后的中共官场还将形成更多新的帮派势力 在去年中共19届中央委员会产生后 就有人特意分析204名中央委员的集贯地域 结果发现中委产生第一大省是山东省 有30人 第二大省是湖北 有25人 排第三位的江苏省和山西省都有18人 中共建政后 对于整个官场的架构都是省委书记 多由中央选派 行政首长大多选自当地 省级常委班子和下行县市的领导 也是多省内异地调动 升迁 中央不过多干预 在过去20余年 伴随江泽民贪腐治国 中共官场也进入了邦派林立的乱局 最为知名有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近期 美国披露出的正式清单 主要是针对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对此做了表态 另外 近日大陆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 中国制造2025的背后有政治权斗 此外 在外企安插党支部已成为中共监控的手段 近几年 当局又通过入股视频网站及网络媒体 进一步控制言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5月初席国会听证 提及中国制造2025时表示 如果北京要在未来发展领域和其他国家正当竞争 那没有问题 但通过投入3000亿美元补贴 限制市场准入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 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那就另当别论 海外华人朱山头在齐博客上发表文章称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中美贸易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七八十年代 美国是为了向苏联集团表明跟着自己走的好处 给予中国超盟国的贸易优惠待遇 而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 美国则是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促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这种贸易是带有援助性质的单向市场开放 即美国市场向中国开放 而中国可以保护某些领域不向美国开放 2025计划违反了世贸组织自由贸易原则文章说 世贸组织规则规定国家不得介入商业技术开发 否则此项技术不得商用 在军事等非商业领域无可厚非 但在商业领域 2025计划的基本战略就是国家参与 在国家补贴下 中国企业就可能占领市场实现垄断 规模效应能使之降低成本 而市场垄断能迫使竞争对手破产或卖肉 2025计划要靠买和偷来实现 中国还是老二就想搞得大家没犯师文章认为 2025不仅惊动了美国 那是群惊 美国当头时 波音造飞机 零件也是全球采购的 其落架舱门还是中国产的 大家都有饭吃 而如按中国制造2025计划 制造一架飞机70%以上零件必须国产 而你中国还是老二时 就想搞得大家没犯师 以后你当老大了 我们还有活吗 所以川普讨伐中共 同盟国大有人在 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 在19日美国之音一起政论节目中说 当年美苏冷战期间 两国在原子能 导弹和外太空的竞争此消彼长 消耗大量国力 人力 物力 从美国优先的立场来讲 美国现在把中国制造2025扼杀 在摇篮里成本比较低 等到中国制造2025真的起来了 那实在把押成本就高了 所以张立凡偏向于认为 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真的就是要扼杀中国制造2025 阻止中共崛起 至于原因 张立凡认为这不仅是个 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关系到不同的制度和世界 地区安小 钱袋子会被慢慢抛空 北京政府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 在外企安插党支部 又在民营企业成立工会 党支部 截至2016年末 近期成外企都出现了党支部 近几年 当局又通过入股视频网站及网络媒体 进一步控制言论 据自由亚洲电台18日报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5日发公告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设立党的组织 开展党的活动 上市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 提供必要条件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则要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 写入公司章程 该公告还称 这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深圳一进出口贸易公司的 负责人周小姐 6月18日称 据她所知 不少企事业单位 公司的政治学习内容包括学习 中共十九大会议精神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还要自我检讨 他认为学习很累 对提高公司出口贸易额 不但没有帮助 反而影响企业竞争 中共官场历来帮派林立 所谓上海帮 山西帮之说一直存在 进入5月 中国大陆多省省市常委密集调整 在中共省习常委层面 在5月上旬 曾经在短短一周之内 就有9位省部级官员职务调整 而在中共两会之后的3月份 也有十余省份的 中共省级党委常委班子 出现人事变动 集中河南 青海 江西